另外我习惯如果不相干的东西 我会先把它隐藏起来 比如像这张图很常会干扰到 所以我很习惯把它眼睛闭起来 闭起来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显示出来 这个东西常用里面的选取 里面有个叫选取窗格 这个选取窗格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它上面会标示说 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 比如说群组一一 实际上就这一条线 群组二的话就这一条线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图的名称 另外这个图片 其实就背景这张图 有时候我把眼睛闭起来 就是表示不显示它 如果你要再让它显示的话 你可以把它眼睛再打开 这样的话就不会干扰 如果闭起来的话 它就等于是不会干扰 好处就是你就不会再选错了 跟各位讲一下 最后做完的话 我再把最后这个 其实步骤都差不多 第一步的话就把六个全部先消失 然后第二步的话都一样 选这一条线 其实如果你选这条线跟选这条线 群组六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反而比较喜欢选这边 为什么?因为这边好像比较好选 比较集中 不然的话这边你还要再去点 而且它有时候形状不一 不一定点得到 点这里 有没有 比较 点这个 我针对它做什么?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它这条线出现 是自右 对不对? 所以动画的部分 一样就是新增一个动画 然后做什么效果? 插去 然后让它自右 第一步就OK了 什么时候让它出现? 当我按下这个衣服的时候 按下什么衣服? 叫智慧衣图这个的时候 另外的话把另外的五条线让它消失 所以我习惯选这边按Ctrl键 1,2,3,4,5 选这边其实好像比这边还好选 所以有时候选取双格不见得会需要 但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从这边选 比较不会选错 这个你可以斟酌一下 然后再让它消失 所以新增动画的时候让它消失 什么时候消失?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触发程序 当我按下什么? 按下这个衣服的时候 OK,好 什么时候让它消失? 记得 这边一定要与前动画同时 这个是最容易出错 因为有同学常常就忘了改这里 按一下 结果他发现奇怪 它怎么没有同时消失? 如果你看到没有同时消失 就是你这边设定错误了 大概是这样 OK,来试一下 把它改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我全部就做完了 然后把它播放一下 全部消失 因为我预设 它与前动画同时进来的时候 那六条线全部消失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这条线出来 当我按下它上面 这条线出来 然后其他线 上面这条线消失 有没有 然后按到这里 按到这里是OK的 有没有 可是按到这里的话 发现不OK 为什么 它怎么没有消失 所以你们如果做错 我故意做一个错误 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有一个错误的话 你不需要重新再来过 你只要记得 这个动画基本上它会告诉你在哪里 这个在哪里 在群组五 所以特别重要的群组五 就是这个 那它为什么错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 它的这个部分 智慧手环 它的设定 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其他的都是一 然后同时出现 有没有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出现底下的话 它一定要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后面是二三四五六步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出现 你必须一直按一下 去一直按一下 那如果你要修改 把它改成正确的话 其实不用把它删掉 当然你如果要删掉 重做也可以 删掉是选取它 然后把这个动画 按Shift键 按Delete掉就可以 重新再把第五个重做就可以 那你不需要重新 每个都重来 不然每次都重来 如果你不想要重做的话 有个方法 其实修改 在底下的信号前面 把它按Shift键 那它这个时候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部分的动画 就会出现在上面 也就是你刚刚做的 做错的部分在哪里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你不用重来 特别注意哦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不会 就只能重来吧 OK 如果你看得懂 动画窗戈里面的讯息的话 其实你只要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让它恢复正常 就怎么样 在开始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你会发现它马上改变了 哪边呢 前面本来有二三四五六秒 这时候就消失了 这个叫与前动画同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做完 不不OK呢 执行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点下去OK 这个地方点下去它不OK 那现在点下去不OK呢 应该点下去这条线出现 上面这条线同时不见 有没有 OK了 点下去OK了 这样就完成了 当然最后的话 中间的这个图片一 让它出现 让它看起来 让它出现在这里 点下去 这样子就完成了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呢 自己再找一个变化题吧 我是希望就是说 不一定要穿戴式装置 你可以用别的东西 只要是其他的 很难吗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你第一个 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然后换个素材就好了 也许你里面的图 你不一定要做这个 反正只是 同样的东西 再去试做看看 OK 双格你要叫出来的话 从这边 触发程序上面 关的话也再按一下就可以 这个选举范围双格的话 是从哪里 从常用里面的选举的选举双格 就主要是这两个 当然你没有这两个 你一样可以做出效果 只是说有点 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说你要花更多时间 而且你做错了必须你要重来 如果你不想要重来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记一下这个选举窗格 跟动画里面的动画窗格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两个四窗 可以辅助你看到一些细节 OK 下面一天黄点就会试一下